樹節,然後還陪我們到山上來看這些樹 我們今天會正式開始 那今天主要來到這一邊 主要是來探望在96、97年 中山原廠被移植到保護鍋中的樹 後來遷移到山珠庫這一邊來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現在目前初步看起來 大部分的樹都還是活著的 那有一些樹已經活著了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得到這些樹 從熊燃煙場被移植到現在 已經將近是六年到七年的時間 可是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些樹 並沒有辦法恢復他們原本的樣貌 你可以看到白千層 或是看到這些其他的樹種 他們的樹形、他們的樹茂 跟我們平常在人形道上看到的 或是在森林公園裡面看到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其實他們原本長得非常高、非常的美 然後再來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到這邊來 是希望在植樹節的這一天 呼籲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呼籲我們的其他的中央政府 以及地方政府 樹木真的不應該這樣子隨意的移植 當我們認為我們人類 有能力讓他們好好的存活的時候 其實他們正在受到完全沒有辦法維護的一個損害 我們這幾年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背後的這些樹證明了這些事 你用再厲害的移植手段 這些樹其實都能夠 你願意花更多的錢 然後讓園藝廠商用更好的技術來維護這些樹木 剛剛那個公登處有回應我們 其實我們非常感謝公登處 在去年我們松岩湖府政府 所做的一些努力跟調整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我們予以肯定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去討論一件事情 其實當時松山煙場 從松山煙場被挖到保護國中的樹 將近600棵 將近有600棵樹的數量 可是到最後進到保護國中 進到這個山珠窟山水綠公園來 只剩下205棵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希望我們的政府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為什麼你們一直告訴我們說 保護率80%、90%、100% 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樹 死得非常的慘 超過一半以上了 我們原本以前看的是大概45%至少 現在大概已經到60%了 那這麼多的樹的死亡代表了什麼 樹木是不適合移植的 所以在植樹節的這一天 我們真的希望呼籲我們的政府 戶數比植樹還要重要 你應該要用戶數為根本 植樹為一個補助 來增加我們臺北市的綠地面積 以及這一些綠化的工程 而不是用這一些移植的手段 然後把樹當成牙籤或是當成沒有生命的東西把它挖來挖去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看到這一些樹 還活著的我們覺得很高興 可是樹量變這麼少 我們真的覺得很痛心 而且他們生長的環境 其實並不是那麼好 因為樹保委員其實也有提過 在參豬庫這個地方其實並不適合移植樹木 不管是它的土質或是不管是它的環境 那我們非常擔心現在看到這些樹海活著 會不會未來幾年他們受到 因為下面的這些廢棄物的這些 毒素的影響 然後造成他們的死亡 那我們未來山豬負山水率會不會變成一個樹木分 所以我們也呼籲我們的政府 因為我們剛剛有詢問過 這些樹要移到這邊來 有沒有經過一個妥善的一個評估作業 包括這裡的土質 包括這裡的地形地貌是不是適合 那目前沒有獲得一個比較積極的說明 因為大概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呼籲我們的政府 在未來如果你們要把這些大棵的樹 還要往這邊送 請你們先評估看看 我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任何的樹被無辜的移植 然後丟到垃圾場來等死 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是 松山煙場目前 柯市長已經 市政府已經有釋出一些訊息 有機會我們可以拆掉巨蛋 恢復成綠地 我們雖然很不希望這些樹一直被動 不過我們希望呼籲政府 如果評估這裡的土壤土質 並不是非常適合的狀態之下 如果未來我們的松山煙場 有機會保留五分之四的綠地 恢復成公園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考慮讓這些樹 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原來的家 他們真的非常可憐 他們為我們奉獻了幾十年的時間 結果到最後是進到一個垃圾掩埋場 廢棄的垃圾掩埋場 來當一個裝飾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希望政府可以 認真的思考跟 認真的考慮 我們希望我們台北市未來 不要再有這些事情的發生 那我們今天也要幫這些老樹 綁上這個綠絲帶 那我們希望這些樹 有機會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我們很高興剛剛廠長 有回應我們 就是這個地方 他們有早戲回收設備 確定這裡不會有早戲 那我們也非常希望這件事情是真的 然後這些樹 因為松菸如果未來要拆鋸彈 要恢復成公園 大概也還要一兩年的時間 所以這些樹大概還必須待在這邊 還蠻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他們真的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也希望工程處跟這個環保局可以認真的照顧他們 不要再讓任何的樹 死在這個地方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除了我們身後這一塊地方以外 其實在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角落 種了很多我們台北市不管是道路拓寬 或是其他公共工程所提過來的樹 在早期 這裡還沒有廢場之前 還在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過來看 在最裡面的山凹的地方 當時也被中了一整批的這個 印度橡膠樹 當時也都死得非常的慘 沒有人去管他們 沒有人去理他們 然後一顆一顆擠得非常的密 那我們現在看到我們身後的這一群 這一群老樹 確實工程處有做一個稍微比較好的一個作為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作為可以繼續下去的 繼續演進 然後繼續像工程處剛剛所回應的 我們未來都盡量避免移植樹木 我們未來都盡量先評估樹木原地保留的可行性 所以這我們松菸在路上搭帳篷 已經快一年了 我們四二五就滿 我們四二三就滿週年了 對快一年我們一直以來在呼籲政府的事 我們非常高興現在公正處了一個比較善意的回應 那我們現在就先喊個口號 老樹不是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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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菸老樹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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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一起來幫老杜綁綠絲栽埃 第一次 發生的脂肪 Whoo yes 駕駛 駛高潮